Hello,我是妙妙 今天在医院体检 一大早就过来了 今天医院的人超级多 体检的项目多 抽了十罐子的血 每年都是学校需要身体检查和肺结核检查 每年的年初都需要 真的是 今天去医院好多好多人 我刚刚被拔了十罐的血 拔的时候头都有点晕了 早上我老公带我去医院 然后去完医院 他带我去吃了一顿 越南米线 还没补回来 我感觉头还是晕着 不知道每个学校他每年都要这个检查 还是每年都要新的检查 不知道是为什么 是怕我们中间得肺结核传染给别人吗 还是 真的是 这个检查 两项检查身体检查和肺结核检查 加起来是85,000 韩币 就好几百块呢 还没赚钱啊 好几百块现在出去了 现在我回来 洗澡 洗完澡就马上要去实习了 今天一天又是忙碌的一天 我今天实习的最后一天 然后小朋友都说 哎呀最后一天了老师舍不得你啊 然后再给我写信 给我做东西 我说老师舍不得你走 然后说你再来什么时候再来 哦对中午吧 我也好舍不得 但是心里有一种很爽的感觉 因为我在一个月在这里 每天工作八个小时 我觉得也是真的是 这个职业真的不是一般人的体力能支撑得了的 因为这里都是小孩子 小孩子的体力你们知道的呀 就是每天都是在那种很亢奋的那种状态 所以我们每天也是那种 九点一回到家晚上 就感觉自己就神经 瘫痪的那种 今天是最后一顿饭 太开心了 今天是我那个社会福利师 实习 现场实习的最后一天 这个实习呢 要实习160个小时 每天8个小时 我这个实习的地方是一个 儿童福利设施中心 我想拿这个韩国社会福利师资格证的话 就是必须要经过这个现场实习的这个阶段 就是它有三个学期 第一个学期呢是在就是网上听课 然后第二个学期结束的时候 你要参加现场 就是说要去实习 然后还有我实习完了以后 再进入第三个学期 就是说学这个社会福利师 然后你要考这个资格证的话呢 你要经过一年半的时间 而且不仅是投资这个时间 还有金钱 像我 也不是韩国大学毕业的 所以中国大学毕业的呢 学历证明啊什么东西的 就是我们外国人考这个资格证的话呢 就是首先要把你自己的学历啊 还有学习成绩啊 这种都要到大使馆做一个认证公证 然后再发到韩国的这个 学分银行吧 应该是叫 好像是到那个网站上面 就是去申请 很多材料 那时候我光弄这个公证认证 就弄了好几个月 然后还要就是很麻烦 比较麻烦 那中间的时候呢 我有点想放弃了 但是 一想到我这个投入的时间和金钱啊 我就还是坚持下来了 就没想到现在已经是第二个学期结束了 现在实习阶段也结束了 然后还要再经过三个月的网课 然后就基本上就这个就结束了 然后到应该到下半年吧 2024年的下半年 我就可以拿这个社会福利师这个资格证了 那拿到这个资格证 但是韩国能做些什么工作呢 在韩国能做一些 比如说什么福利中心 老人馆 然后还有一些 就是跟韩国福利有关的一些机关 我们都可以进去 我们也不是说公园啊 就不是公园 我们这一类就是社会福利师 在韩国来说是算一种比较 很普通的一个职业吧 当时我为什么会考这个呢 资格证呢 因为我听别人说 过几年在韩国做中国话讲师的话呢 是需要这个福利师这个资格证的 所以我就毫无犹豫的考了 那时候因为不懂这么多 也没有想到考这个证会这么难 我就考了考了以后 现在想想 还是真是那句 硬了那句话 出生牛犊 不怕虎 所以现在考就考吧 但是基本上也快结束了 只要你现场实习结束了以后 我觉得就是一切就是 就没有什么问题了 所以我今天很开心 想想我来韩国真的拿了非常非常多的证 学校的补习班的那个 讲师的资格证 中国话资格证 汉字的资格证 然后还有一些什么游戏的资格证 还有一些什么 读书啊 比如说教你一些那种 就是考了 我就是考了各种各样的资格证 但是现在也都用上了 其实还幸亏有那些资格证 我在面试的时候 别人应该也会给我多加一分 我觉得 所以 努力吧 加油吧 打工人 不管是在哪里 都要加油 如果你们在韩国的话 有人想考这个证的话 可以来问我 我可以把我知道的都告诉你 对了 考这个东西 最难最难 对于我们外国人的一件事情 就是 要写讨论的一些论文 也不叫论文嘛 就是一些公文的那种格式 就是很公式的那种 就是对外的那种公文 然后还要写 毕竟每天的日记 每天你做了什么 就是要写很多很多的材料 作为外国人的话 那毕竟不是韩国人 你本来在语言方面的话 本来就没有韩国人 韩语那么流畅 然后就说在你写作这方面 那就是更没有韩国人 那么写的好 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说 也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我觉得这个是最难的 其他的还好 今天说是最后一天 现在韩国时间 已经是十块十一点了 我还在写这些材料 这些真的是 这一大碟 还有在那个实习的地方 还有没有拿过来的 都是这个都是我写的 需要他们盖上公章 以后我再寄出去 他们再确认 就是给你们看一下 我写的真的是 写的头都晕了 这些活动的 每天活动的都要记录 然后实习了什么 做了些什么东西 这一大碟 你看 真的考这个证 是我考过所有资格证里面 最难的 而且是时间最长的一个 这个是属于国家的资格证 相信考出来 应该会比别的资格证 更有含金量吧 终于结束了 明天去拿着这些资料 让他们去盖章 社会福利师的现场 实习的最后一个阶段 来盖章 然后我还买了 他们韩国人喜欢吃的年糕 因为他们也不容易啊 虽然说我是自己花钱 然后免费在这里 给他们打工 实习 算是实习 免费实习吧 他们也给了我很多的帮助 所以我就为了表示感谢 안녕하세요 盖好装 现在出来了 然后还在店铁店里面 买了这个海底捞的酸辣粉 终于一身亲啊 真的好轻松啊 觉得哎呀 现在就只要再听一个学期的课 就可以拿证了 我的时候那个老师说 哎呀 你走了好不舍得 我知道这是客套话 但是心里 你听了心里还是很舒服的这种话